大家好我是沙天 明天吞食天地3即將要改版 改版之後會有新的角色 新的角色就跟劍遠真的不大一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吞食天地3的話我沒有每天上線 就是偶爾來玩一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更新 因為我怎麼講對這款遊戲來說 第一個是錯估了白虎陣營 其實我覺得是陣營光環的加成 因為我在推這個像是八陣迷宮 我發現上五個一樣的角色 就是他的存活率 然後攻擊跟減傷都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那我也說不下為什麼 我只是覺得是說 應該是這個光環的加成比較多 這怎麼失敗了 然後現在的進度是10隻23 但是養5隻白虎的問題就是說 你不好升星 而且我一開始我是按照劍遠真的這個新手的流程 我是抽青龍 所以說現在我需要五個至少金色的角色 才可以升到120級 好那先後這個就慢慢來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是新的這個角色吧 好那這新的角色是這一個惡狼神 我們看一下 惡狼神的話他是半神的角色 所以說他比較好去湊這個陣營 那另外一隻是惡魔 可是這兩隻角色的話都是屬於偏攻擊的角色 然後這個什麼八九玄弓 對啊 有一個那個玩家反映說這個不是這個三國嗎 可是為什麼出的角色一個是惡狼神一個是窮奇 好那沒關係我們來看 這個惡狼神會變身為夏侯敦 夏侯敦的話就是這個劍遠真的這個埃龍 夏侯敦的話呢 他的這個必殺技有沒有含裝武的效果呢 因為夏侯敦的話他的旋風要可以把人家這個控住 這個才是比較強 那至於說周泰跟馬超 周泰是劍遠真的這一個干涉忍者是純傷害 馬超的話就屬於射忍就是刷刷刷刷多砍幾下 所以呢這個周泰跟馬超的這個必殺技也是屬於這種一般的攻擊 所以應該會比較期待說他變成夏侯敦之後呢 他可不可以把人家冰作 因為夏侯敦的話是要開裝武之後他的那個特色才會出來 好然後呢施放完之後呢變回惡狼神 然後在在施放期間會獲得大幅免傷 然後並在變回惡狼神後持續5秒鐘 好所以說存活率會高一些 好然後再來呢他會使用這個三尖兩刃刀斬敵人 那造成範圍傷害然後會飛向敵人在額外造成生命值8%的傷害 好然後集中鬥氣對敵人最密集的地方出現斬擊波 然後攻擊敵人小幅恢復自身生命值 然後被動技能每11秒觸放一次 如果受到敵人攻擊的時候他會攻擊敵人 就比較偏攻擊的 就是一個純傷害的角色 所以呢他的問題的話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本錢把他抽上去 好那另外一個窮騎 窮騎看起來也是屬於這個 純傷害的角色但是 他也是要把他練到比較強 因為像他的這個大招瞬移然後五連擊 所以呢這個是有可能 如果說是在競技場的話 可以把這個敵方血少的這個秒掉 好那如果是主線推圖的話 敵人比較強的狀況下 他有沒有可能跑到 這個敵方生命值最低的地方 就是衝到敵陣 然後結果就掛掉了呢 他是說攻擊期間 別人不能對他造成傷害 但是他會不會就是卡在敵方的半場 然後就掛掉 所以說要玩這一次的話 也是要把他練強 然後修魔狂風 他會增加閃避 那他要 但是他這個都會綁一個條件 就是他必須要擊殺過三名敵人 然後這個技能才會有質變 這個技能變全場 然後猛獸衝撞 當窮騎要擊殺過四名敵人 然後呢這個 這個技能衝撞到第一名敵人 算他會額外提高40% 他要自己擊殺到四名敵人 其實這個條件還蠻苛刻的 那等於說是要打這個怎麼講呢 4保1齁 就是讓窮騎一個人殺全場齁 那在這個被動技能磨到霍霍 每殺一個人他會立刻恢復80點怒氣 然後全隊會增加10點級數 所以呢 我覺得啦 這種偏攻擊的角色 你都必須要把他練上去 這是對中小課玩家就會覺得說 這樣的角色比較無感 那如果是說像有控場的 或是說這個魅魔這樣的角色 又或者是雙子 這款遊戲不叫雙子 等一下喔 這個公告真的很討厭 這款遊戲他是叫這一個 偏死八道一樣齁 像這樣的這種輔助 或是這種礦場的角色 你有個一隻兩隻 然後他來放放大招就可以 可是這一次二郎神跟窮騎啊 他是偏攻擊的角色 我覺得強是強啦 但是我覺得佐池的話 可能效果更大齁 因為佐池畢竟開場他可以去斬擊對稱位置 然後這個讓那個對稱位置先手打斷 然後呢這個其實佐池他自己也有存活率齁 那這個攻擊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我會覺得二郎神跟佐池 有一點點類似啦 但他的存活率可能比佐池好 不過說你是屬於中小克玩家的話 這兩隻角色我都覺得 可能幫助沒那麼大齁 窮騎可以試試看齁 窮騎可能可以試試看 也許他在低等的時候會有不錯的傷害 那至於說這個 這個二郎神的話可能要玩玩看齁 那我們來看齁 馬超的話就是這一隻齁 我們可以看他的必殺技 就是隨機攻擊敵人7次嘛 所以如果說這個二郎神呢 他本身攻擊力不高的話 那這個砍7次不夠痛 那也不行 然後周泰 周泰是在這個地方 周泰就是幻化成黑影 然後對敵人造成傷害 對啊就純攻擊啊 所以呢這個二郎神 應該是比較要注意 這個夏侯敦的這個技能喔 夏侯敦的這個技能 他會造成這個刀刃風暴 席捲敵軍5秒鐘 然後持續7秒鐘 重點是這個專武 他會把人家凍結3秒 除了這個風暴之外 要把人家動住 控住才算很重要 所以不知道說這一個 這個二郎神他的招式 怎麼樣會把人家動住 還是說根本就不會動住 還是說要開了專武呢 那這個明天就知道 因為是5月11更新嘛 今天是5月10號喔 好那所以說大概影片就是 介紹這樣子 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之前我有說 我打這個 時空在意 然後卡在赤壁之戰喔 因為呢我 推的方式呢想說就是副本嘛 副本的話呢 我想到就是關羽當全體護盾 然後劉備給能量 然後這個周宇打全體 後面再上個補師啊這樣子 結果就發現不大好推 那我現在等級大概升到快120級 然後就是 全部都上5隻白虎 那這一個高順 高順給全體上吸血 然後補師的話滑陀 那張角我只有抽到一隻喔 欸張角嗎 不對元少我只有抽到一隻 所以我是用這個張角 那其他人都是指甲 只有高順一個人金色 欸然後結果呢 嗯 稍微升個等級齁 欸就發現說 欸蠻好推的耶 然後攻擊力提升上去之後呢 大家血量 都吸的回來 都還蠻健康的 所以也不用管說什麼關羽 開不開護盾齁 這個 這個 副本就直接靠5隻白虎硬剛過去喔 因為這個高順本身 他就有不錯的這個吸血嘛 好那我們就來推推看齁 這個削減敵人的攻擊力 暴擊力 最好還是這個啦 因為這個有天香跟國色成魚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能夠拿到兩個 這個就是這個什麼 呃這個 冰火之劍齁 好那為什麼我還會有繼續玩呢 就是 就是好奇嘛 第一個好奇 第二個就是 我想看說這遊戲什麼時候 可以 可以讓這個操作變順 因為我覺得啊 這個 類似的遊戲玩那麼多 其實 因為本身喜歡 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所以說類似的遊戲玩多 呃不會覺得是說 很很膩齁 那但是問題是說呢 呃 他的操作真的是太卡了 所以我覺得啊 如果說這個 吞死天地啊 他的操作可以 不要那麼卡的話 譬如說修復 又或者是說加速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體驗感會好很多 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齁 我的手機是ROG Phone 3 然後是頂配的 應該是15G吧 15G RAM吧 這個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頂配的 就算是現在的ROG Phone 5 也沒有 也沒有我這支ROG Phone 3的這個規格好 所以呢 這個 這款遊戲問題就是 就是卡齁 所以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相信 玩家在體驗感會好很多 像最近我在玩的這個 放肆50啊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這個 神域齁 那這些都是屬於操作感 就是很好的 就是你點下去馬上就有反應 那你看現在這個 當然你是要點對位子啊 但是就是你會覺得頓頓的 在各個地方抽都是一樣 然後他 你去打這個異界迷宮 也就是巴陣迷宮 剛進去的時候要ROADING 然後走路的時候點一下 然後點那個 敵人掉落的虛寶 他都是會這樣子頓頓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妖命 遊戲好不好玩啊 是一回事 但是你操作整體頓頓的齁 這個就是體驗感會很差 這樣子 那就是 他在這個什麼 時空戰役啊 他開場都會有一些動畫 這些 那我覺得那些動畫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那只是說就是 就是插在這個操作的手感啊 那偶爾呢也是會發生這個 這個盪掉 那令火戰記也是會盪掉 譬如說打一打 遊戲就跳出來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邊邊玩邊看看吧 所以就是頓頓的感覺 就大家看我在玩的那個過程 應該可以感覺得出來了 那順便也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五隻白虎推這個副本 這真的是蠻順的 好 然後呢 當然我選都是選跟白虎有關係的啦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應該 應該快差不多了吧 我應該把所有物資給點燃了 那赤壁之戰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因為解完之後呢 你可以拿到那個 那個 秘寶 那這個秘寶就是劍獵的號角 會緩緩回復能量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神器喔 好 赤壁之戰 這個 物料都已經點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哎呀 東風也起來了 這個諸葛亮是光法 喔 魔關羽 喔不是不是不是 魔曹操 擊敗他應該就可以拿到最後的獎 獎勵了 好來吧 青龍打玄武 妥妥的 欸不對不對說錯了 說錯了說錯了 白虎打玄武啦 藍色是玄武 欸欸我不會打輸吧 欸應該不會吧 喔這輸了不能復活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 喔不然這樣子我要重來了 沒關係死一個禮布還可以 OK 這樣賬過關了吧 好 喔大寶箱 登登 神器 欸就是這一個 欸每秒獲得10點怒氣 這個是一個最 應該說是前期最強的這個神器喔 因為呢他有加 他有這個加速 加速是最實在 每一隻武將都需要齁 加速是一個最實在有用的這個屬性 那怒氣值齁 這個開大招也是非常有用 所以說 這個裝備的話 誰裝都可以 攻擊手 防禦手 輔助手齁 這個神器都是非常需要的 好然後呢再來是 再來是這個 以前的話會給周瑜裝啦 就是讓周瑜拼命的開大 但是現在是白虎天地 所以呢就是看你要給誰裝齁都可以 好那我們這樣子應該都拿到了吧 好沒有錯齁結束 好然後呢 那我現在白虎天地 我要給誰裝備 裝備這個道具啊 讓呂布一直開大轉轉轉 好像 好像也可以齁 好啦好啦隨便啦 我們讓呂布裝 欸不對不對不對 現在是高順的天下喔 我應該讓高順裝 可是高順是裝備神龜手鐲 神龜手鐲好像爛爛的齁 好這樣子 然後給呂布裝備個神龜手鐲 生命加閃 蛤 閃避喔 生命加閃避喔 釋放必殺技獲得一個護盾 閃避的話 我記得前排不大會閃欸 張角 給張角裝嗎 算了那 那我還是給呂布裝好 至少有加一點生命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時空戰役喔 看看是不是五隻白虎還是那麼好推 漢中之戰齁 小蔣齁 這個是朱雀的裝備 哎呀好想玩周瑜啊 但是沒辦法齁 好然後再來大蔣的話 沒有神器齁沒有神器 沒關係齁我們試試看 漢中之戰 開場應該會有一個小過場齁 像赤壁之戰這種比較大的戰役的話 開場是有一個這個動畫 Loading也是要時間齁 這個時空也受到魔器的影響 這什麼齁 這一關的話路線比較單純齁 好 這個就是一條線 LoadingLoading 敵方是朱雀是不是 朱雀 朱雀 朱雀是 朱雀克青龍 朱雀克青龍 青龍克白虎 白虎克玄武 玄武克朱雀 這樣子 你看不錯齁 這樣打起來蠻順的嘛 劇情 他們在對戰是不是 好沒關係 都覺得慢慢的 還是說 還是說 還是說其他遊戲 玩習慣 對啊就是 就是整個操作感起來就是 你好像要多點一下 或者說你點一下 然後你要等個 可能零點幾秒 讓他反應一下 齁 就是這樣的感覺 好你看血量也是蠻健康的嘛 但因為大家會吸血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那個 滑陀也會稍微補一點血 好 來我們講話吧 然後咧 喔 黃鐘喔 黃鐘讓我來助你 Loading 哎呀 白虎克玄武啊 有沒有 欸欸 好像有點難耶 阿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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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糟糕 漢鐘之戰 我實力不夠嗎 隨便移一下 難道我還是要存 先存好魅魔的能量嗎 這個戰爭才一開始 哇 死框框 好看來還是太難了 好啦沒關係啦 那就 那就不打了 算了算了算了 結束冒險 但是至少刺幣之彈這個神器我拿到 好 有了這個神器之後 我應該可以再多推幾關吧 這個 這個加速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高瞬威力真的蠻強的 齁 他射超快 這是克愛索士這個樣子嘛 然後 他的大招 也是蠻猛的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高瞬 蠻值得先投資的 我就說如果說你是玩白虎隊的話 喔 我剛剛這一關打輸欸 好有沒有 好現在算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高瞬 壓起來了 好 十至二十四 那個闖關抽獎活動 還只剩不到三天喔 你每過一關的話 目標十二關嘛 就會有那個抽什麼iPhone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看一下喔 應該 應該 如果說獲勝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結算都是高瞬 拿最高的這個傷害喔 來看一下 喔 高瞬 穩穩喔 你看那個傷害多好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我們就期待明天更新吧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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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中文字幕——YK